第十九集 九维的提示音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进食了所有人 当然趁机逃跑了 不准走啊 是我人教院打人教的弟子 接教的弟子真是胆大包天啊 人教的弟子纷纷反应过来 追紧墨园而去 这时候的墨园已经离开了人教院 但是院外有禅教的人故意拖着墨园 拦着条路 导致墨园很快就被人教的弟子追上了 墨园再一次被围了起身 这一次稍微令他安心的是 地点在人教的院外 而且他的防御足以令他抵挡 这些普通人教弟子的攻击 墨园接下来想的是想要如何脱身 大家一起想 接教的弟子打伤我人教弟子 无需留情 请使出最强的招式对付他 我停 上来就用大招 墨园索性的原地盘坐起来 既然如此的话 他就要使用非常的手段 不动如山一级 持续不动三十秒 防御提升百分之五十 人形肉盾初级一级 初入战斗十分钟内 防御提升两倍 墨园只见自己属性面板上 防御素食在那儿飞快地略动 最终停留在七千零二十五的数字上 墨园深呼了一口气 淡淡地说 你们过来 你这个臭小子看不起谁 各位师兄上 打他的体无缘夫 打 打死最好 一时间 这块地方灵气涌动 顺园的招式一个接一个展现 而墨园在那儿被他们打住 动都没得动 那些灵气突起他身上 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 激不起一丝的浪花 有人救的弟子心里灵机一动 认为墨园既然不怕灵气攻击的话 那一定是怕欲博了 于是乎 为了抢弓的他 甚至不跟师兄弟商量 轮起他的大刀就向墨园冲去 那刀不断断在墨园的头上 那还不死 人的头是最脆弱的 躲一刀下去 嗯 等一会 突然间又有人想起来 这个人好像之前用头撞飞了人家的弟子 撑一声 哗啦啦 那把大刀粉身碎骨 那些碎片滴滴滴滴落在地上 利一磨震惊了周围的所有人 拿把刀斩头 结果刀碎了 当然了 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墨园很快又被漫天而来的攻击掩没了 好像如同排山倒海的攻势 凶涌而来 他就好像海中毅立不动的冰山一样 毅立不倒 就这样 墨园打坐了两个时辰 人教的弟子换了一批又一批 轮流来打他 有几个比较厉害的人教弟子 还将他打到呕血 他的生命下降到一半 一千的生命跌到五百 于是乎 皮糙肉口一级发动 低于百分之五十生命时 生命回复提升百分之八 墨园就这样一阵呕血 一阵面色红润精神饱满 这一幕被围攻的路人纷纷怀疑 这个墨园是不是故意在那里 调弃人教的弟子 如果不是的话 哪里会一边呕血 一边是精神百倍的呢 叮 墨园的脑海里面 响起了九围的系统提示音 半年的积蓄 洗给了师傅还债他都没哭 骂了师傅会有生命危险 他又没哭 现在被众多人教弟子 围堵的水舌不通 他都没哭 但是听到系统提示音之后 他终于哭了 沉寂了半年的系统 他终于复活了过来 解锁成就不动如山 等级一级提升至二级 解锁要求 挨打六个小时 解锁效果 持续十秒不动进入防护状态 持续时间内提升0.5倍的防御 解锁成就 皮粗肉口 等级一级提升至二级 解锁要求 比连击一千下 解锁效果 生命下降至90%的时候 生命回复效果提升至150 解锁成就五次 获得成就经验 人形护盾初成 自动升级为绝对防御一级 效果修改 原效果 十分钟内防御提升至两倍 然效果 防御抗性永久提升至双倍 宿主等级三级提升至四级 墨原很久都没说话 呆在移动都没得移动 这个系统真是给他一种半年不开张 开张人吃半年的感觉 墨原看着自己1200的抗性 和8430的防御 他眉头紧走 但终于都是忍不住笑了出声 现在他的生命值都在以150的比例回复 不再出现时吐血 时血气旺盛的情景 如果可以的话 刚才这样一直吐下去就好了 令他再解锁几个成就 不过理想很丰富 现实很骨感 无论在哪里 总有几个热心墙的盒事 露见不平一声哄 白刀伤了 停手 为勾我哲教弟子 你们快去明白在哪里 我看谁再敢动手 你一声颅控声如虹钟 震倒所有人的耳磨 围攻的人立刻就让出一条路来 路的进口是一个威武的汉子 龙形虎步的行李 第二十集 金鹏 那男人是个陌生男子 墨原不懂 但是从周围的人忌惮的神色里面 可以看出这个人身份很不一般 那个金鹏在此放话 有谁敢伤我折胶闷套 这个名叫金鹏的男人 竟直地走到墨原身边 虎视眈眈地盯着周围的人 眼神里面全部都带着警告的意味 墨原发现了 真的没有人动手 甚至没有人敢接话 见到这样的情形 他只好在地上站了起来 你为师弟 你没事吧 金鹏看他墨原 眼里面露出了诧异 没想到这条人都有些本事 比这么多人围攻 更安然无恙 当然 如果他知道墨原在这里之前 已经不准攻击了三个时辰的话 恐怕会害怕得跳起来 多谢金鹏师兄答够 我叫墨原 师父乃是禅娟 禅 你就是禅娟师妹的徒弟 我一定 师妹有弟子了 金鹏突大大眼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他得知墨原是自己 师妹禅娟的弟子之后 即是自来熟起来 搭着墨原的肩膀就向人群外走 我对你这个永乐城 听说师妹在这里 没想到他还收了个弟子 你带我去看看师妹 今晚我请你们吃大餐 金鹏眼是无视了这条路的所有人 无论是路人还是人教弟子 都觉得委屈到不得了 金鹏当着他们的面 将墨原大摇大摆地带走了 全然是不将他们放在眼内 但是他们又无可奈何 毕竟金鹏是羽翼仙的大弟子 秀为乃是天仙巅峰 这样的结局 是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 包括墨原自己 墨原在路上为金鹏解和 告诉他自己为什么会被人教弟子困住 金鹏得知了件事的始末之后 第一反应竟然要杀回去 他和人教弟子来一个血的教训 震撼到墨原都不知道怎么样好 果然和师父相识的人全部都这么怪 进入哲教院之后 两个人原本是想着去直接找禅鹏的 墨原都仗着有这个金鹏在 觉得可以在师父那里逃过一劫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墨原将和师父闹矛盾这件事 告诉了金鹏 金鹏即时露出了一副 你在这开玩笑的惊讶神情 师妹竟然没有当场砍掉你 看来你这个徒弟他真的很喜欢 砍掉我 似不似于这个份上 墨原嘴角抽搐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你不要觉得我在这里吓你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师妹 花了二十年才成就天仙 什么为什么要用 才要这两个字呢 二十年已经很快了吗 因为有一半的时间里面 师妹不是在这里喝酒 就是去喝酒的老师 也有可能都是喝醉了睡觉 更有可能喝醉了闹事 所以被他师父金灵性母发关禁闭 墨原听到这番话 抹了口说不出话 这些都是什么神仙操作 那他连修行的时间都没有了 在关禁闭的时候 他不可以碰酒 除了发呕到睡觉 就只可以修行 正正是因为他关禁闭的时间多了 所以他才收尾到达天仙境界 卧槽 这样也可以 核原的三宫再一次被刷身了 难道就是所谓的 不逼你一下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权 还是买点酒去见师妹 我怕他等一会在磨刀等着你回去 那时候我真的救不了你 金鹏的话 令墨原喉咙发痒 拘不出惹力 一股寒意词脚底升起 金鹏最终就买了两瓣好酒 被墨原拿着 两个人才走到狗击洞府那里 刚走到狗击洞府门口 一阵酒未破 避而来 墨原心里面即时明白了 师傅又去了饮酒 估计喝到整瓶烂泥似的 现在正在石台上面睡觉 酒入到洞中 结果跟他猜测的一点都不差 禅娟大大咧咧地 躺在石台上面呼呼大睡 双手各扑一个酒坛 酒坛口封得很好 很明显还没拆过 看来没办法跟师妹喝酒罪咎 金鹏反而不觉得遗憾 反正明天都可以 墨原这个时候有种丢架的感觉 难道是因为师傅的丑态被金鹏看到了 这种假丑不可外扬的奇怪感觉 师傅醒醒啊 去床上睡吧 墨原遥了半天都不见禅娟醒来 只好想着先将禅娟手里面的酒坛拿走 再将禅娟抱上床去 但他刚刚碰到右手怀里面的酒坛 禅娟就有了反应 墨原不见意地看了金鹏一眼 发现金鹏在那里偷笑 果然是笑他和禅娟了 拿不走右边的 那才是拿左边的 墨原动手抽左边那个酒坛 结果禅娟直接身躯扭动 一脚将他踢开了 如果不是有轻微的避寒声 墨原真的怀疑禅娟在那里半分玩他 这个是给徒弟的 徒弟喝了就不会生气了 第二十一集和好如初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 我都不会喝酒的 墨原撇了下嘴 重新站起来 然而金鹏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 师妹喜欢喝酒 这些酒是金鹏岛带来的灵酒 可以说是极品的美酒 师妹竟然想留一情给你 足以见到 你是他心里面的位置 确实不低 他那个知识喝酒的脑里面 只可以想出送走这件事了 墨原对金鹏的话保持怀疑的态度 你要注意一下重点 师妹在宴会上专门拿着一瓶酒回来 不单止是为了给你喝的 更加是为了给你消气的 墨原听到你的话呆了一会儿 好像师傅刚才确实是说过相似的梦话 我们之前的担忧不成立 师妹没有想杀你的情绪 而是想着怎样不让你再生气 她的脑的确只会喝酒 所以师妹会想着 把自己都不舍得喝的美酒留给你 虽然不知道 你和师妹发生了什么 好好珍惜你师傅 人心格斗皮 哪怕是同门都会勾心斗过 那么没脑 没心机的师傅不多了 金鹏拍了一下墨原的肩膀 留下一句 明天再来拜会之后就走了 墨原很久才反映过来 怎么会用没脑这个形容词来形容呢 是在这里赞师傅 换个单纯一点的更好 果然 和师傅相识的人都很奇怪 墨原在禅娟身边坐下 看着禅娟安长的面容 她有什么可能不生气呢 她还怕禅娟生气 不过师傅太失礼了 怎么可以抱着她走情说是我的呢 第二天 禅娟蒙蒙隆隆地醒过来 抹开眼之后 发现身边多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我还没醒啊 怎么出现了幻觉的 禅娟游了一下对眼 发现眼前的身影清晰起来 正是墨原在她身边打坐修衡 贵逗儿 你回来了 禅娟拆那间精神斗手 一下就扑去墨原那里 墨原早有准备躺下身去 于是乎 禅娟又扑了个胸 落在石台扑了在地上 贵逗儿 你为什么不接着我啊 你还生气啊 师傅我以后 给多些私人空间你啊 不要生气啦 我都帮你带来了灵酒了 好好喝的 禅娟爬了起身 目光在石台上掃动 发现并没有这个酒坛的身影 她的酒坛去了哪里啊 最后 被你踢到地上碎了 我清理了了 禅娟一听到这句话 眨一睹眼 一副对不起啊 你在这里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明白的表情 过了很久之后 禅娟终于无力地跌坐 在地上大哭起来 满地走香 令她更加难过了 墨园默默地看着光哭 没有眼泪的禅娟 哪里在这里哭呢 分明就在这里叫 等着她打破那卷局 我这里还有两坛 昨晚买回来的 但是你睡着了 墨园好像变气法一样 在身后拿出两坛走来 她不自然地看向旁边 那里咬了个面皮 退二 你是 买来效敬师傅我的 啊 效敬你 墨园嘴角抽动了几下 还是不好意思 道歉 不是的话 多尴尬啊 既然是涂而效敬我的 那我就不客气的了 师傅 少喝点啊 昨晚金盘师叔来过 说不定一会儿还要来找你啊 啊 大清早喝酒就是爽啊 酒香在口中 回味无控 禅娟拍了下个小岛南 打了个酒角 墨园已经懒得和禅娟计较了 将狗几洞虎的洞口关闭之后 跟着禅娟离开 两个人要去找金盘 禅娟熟悉哲教院 知道作为客人而来的金盘 是在哪里流宿的 金盘那个死仔好怕生啊 绝对是在道明师叔那里流宿 说起来 我们哲教虽然门徒众多 有着万仙泥潮之称 但是实际上 大多数都是有职可循的 陶宜啊 你只要记住 通天师祖的的传弟子就行了 以我师父金灵圣母为首的四大弟子 赵家兄妹 三骁娘娘 九龙岛四圣 徐氏七仙 金盘岛十天君 骷鲁岛二仙 摩家四将 九要升官 等等等等 师父 你的思维是不是太跳跃了 为什么 在金盘师叔那里跳去錦苑呢 放弃你说的人物太多我都记不住 物元并不是记不住 而是早就知道了 他不单只知道 折教通天教主的的传弟子 有几个人 还知道洪草历史接下来的走向 这样说只是不想听 啊 禅娟在那里暗沉 陶尔啊 总之你记住一下 我们这一物很厉害的 四大弟子都是通天师祖的心腹 其次就是赵公明兄妹 只要你不招惹这两伙人 招惹哪个我都可以帮你摆平 我们有靠山的 禅娟眉毛跳了一下 得意忘形地叉着腰大笑 不痛的声 哎呀 物元毛雨地看着平扑在地上的禅娟 深深地探了一口气 掩住一面 他这个师父 还有没有救啊 第二十二集 黑暗天狼 物元禅娟师徒两人 去到了明道长老的居所 自然都是洞虎来的 金鹏早就已经醒过来 盆坐在洞虎前面的空地上吐纳 清晨时分的灵气更为纯正 吐纳更加有效果 登登登登 有没有挂住我啊 金鹏 禅娟慢慢地走近 一巴掌就拍在金鹏的肩膀上 金鹏一点都没有察觉到禅娟走近 毕竟在明道长老的洞虎前 总不会有人在那儿闹事的啊 正因为这种心理 导致禅娟来了他都毫无防备 于是乎 禅娟的一巴掌眼 是将他拍到差点扑了街 哎呀师妹 你想吓到我走火入魔啊 金鹏心有余贵地拍着他胸口 如果不是他收工及时 到时候灵气和精密一暖 血气高深 他肯定要走火入魔不可 嘿嘿 今天很久没见吗 激动了一点都很正常啊 金鹏啊 你来师母学院做什么啊 难道是来抓我回去金鹏岛呢 禅娟突然间很谨慎地后退了几步 提防着一面无鱼的金鹏 找个地方边吃边讲 这件事赶来话长啊 玉华酒楼贵宾区域 禅娟都算是神气了回了 他是第一次在玉华酒楼里面 坐贵宾区域的 第一次他一定要令那个掌柜 抹大个狗眼好好看一看 他都是坐得起贵宾区域的人来的 麦娟原本是不想来的 毕竟禅娟和金鹏喝酒谈事 他来干什么呢 但是禅娟死都要把他拉来 他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啊 酒菜上桌 禅娟马上两眼放工 迫不及待地和自己斟满了一碗酒 师妹 喝酒不急 你不要喝醉啊 你喝醉你是听不入我说的 师兄 你说吧 我听着的 金鹏无奈地摇了一头 然后说 永乐城埃有个黑狼山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黑狼山实际上是 黑暗天狼的闭关之地 现在黑暗天狼闭关结束 各方势力都想来制服这个黑暗天狼 顺服他做自己的坐骑 黑暗天狼 哦 没听过 黑暗天狼是混沌初开就担心的强大森林 实力和浓风两族不相上下 只是黑暗天狼太稀少 所以种族始终都无法壮大 金鹏为禅娟内心地解释 他其实这次来永乐城都是为了这个黑暗天狼 不单止是他 折教很多的门徒 包括禅教 无妖两族都有高手前例 就连与世无争的人教都有不少人来此 由此可见 黑暗天狼的吸引力 但凡有能力的收拾 无人想得到黑暗天狼 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因为黑暗天狼 生于混沌木齐 掌握有一流混沌法则 如果可以通过黑暗天狼领混沌法则的话 那成为圣人此日可待 金鹏还有一句话还没说 那就是 这次黑暗天狼的出世 很可能会引出各方的准圣人出手 大罗金仙就更加不用说了 几乎都会到场 师妹 昨天你参加的会议 其实是居合邀请你去的 禅娟点了头 没时间回答 毕竟她的嘴现在是很不空的 居合看来还没告诉你 黑暗天狼这件事 昨天的宴会 是为了金鹏岛前来的人接风洗尘 他们之所以来到 就是因为这个黑暗天狼 金鹏深呼一口气 他还是很记得他师父语役 先叫他来永乐城市的语气 和话语 记得那时候 师父答变严肃地说 徒儿李切基不可请他 要以性命为先 为师稍后会到 这番话也就是说 他师父这种大能都会出动 怕什么呢 金鹏 这件事老一辈的人来了又怎么 不至于和我们这些小辈动手 如果说同辈 金鹏你我居合 三个人联手 基本上无敌手 禅鹏高举酒杯 一言一行好随意 同事都带着醉意 金鹏叹了口气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但是尖教那帮人的作风 谁不知道 打了些小的又来了些大的 还美若其名户短 为徒弟出气 实际上又是既不如人